那么这次这个元宇宙图书 我们提到图书呢 它一般是纸质媒体 也就是它提供的信息呢 比较单一 但这一次呢 它不太一样 它是依托在现代技术上面 所以它是有交互性 那么呢 它有图像 有动态 而且呢 可以进入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种图书方式呢 应该说来是比较新 而且呢 借助现代技术呢 给人带来是比较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阅读体验吧 当然从非宜的角度呢 我们大家知道 非宜它是一个历史 非常悠久的文化内涵 非常丰富的文化事项 那么它确实是 跟每个地方 我们称为文化空间 那么有非常深的联系 而且呢 它是依托在一些传承人身上的 那么这些文化现象呢 应该说来它很深厚 它通过我们现在的 这样的方式呢 它相对而言 它是比较普及性 大众性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引导性的 它不太可能把文化 把非宜非常深刻的 那一部分东西呢 能够把它揭示得比较到位 这一点呢 可能还是很难做到的 现代技术呢 对于非宜 或者说对我们整个现代社会 它都是非常大的加持 但是呢 我们同时也会看到 它也是双人舰 也就是说 当它去面对流畅 这么多年的飞行现象的时候 我们的希望呢 是第一 要有足够的 对这个文化现象的 尊重 理解和虔诚心 让它能够保持住 文化的根脉 另外一方面呢 在记录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技术 能够更好的 把它的原真态的丰富性 能够表达出来